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想跟你定下来 他觉得这段感情是美好的 是可以走得长远的 你好有自信哦 他好欣赏你的自信感 而且还蛮有正义的 喜欢打抱不平 但他跟你好像有距离哦 就是你可以有时会非常热情 一时又给他一个距离的感觉哦 就是你懂得给他自由 再看还有什么呢 他认为你的能力好强哦 可以同一时间处理好几样知情 头脑也很清晰 你说话一点都不模糊的 都会一就一二就二的 包容心也很强哦 不是那种会祭求的人 跟你有很多甜蜜的过去回忆 你在他心中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他很看好你们之间的感情哦 他觉得你们感情可以修成真果 可以选到第一主义塔罗拜卡来看你在他心里的位置 他把你看成是他的梦中情人哦 你有着一切他喜欢的样子 你的能力好强 你可以同一时间处理好几样事情 他觉得你说话一点都不模糊哦 一就一二就二的 相处起来很令他放松 他想要跟你稳定的这样子相处下去哦 他觉得你们相处起来是很和谐和拍的 你很自信也很有正义感哦 你非常的能够吸引他的目光的 你是闪闪发亮的一个存在 而且你不记仇 很少听到你去数旧账 或者是去为一点过去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的 你都是往前看的 你给他留下很多甜蜜快乐的回忆哦 但有时候他觉得你很有神秘感的 你跟他之间会保持一段距离哦 你的姿势你不太喜欢透露给太多人知道 但这也是优点哦 他觉得你就是会给他要的空间 不会太粘人 然后他很看好你们的感情哦 他认为这份感情是可以走得长久的 看资卡怎么刷也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你的过去前任对你不好 他明白他了解 但希望你不要去把责任推给他 这样子对他不公平 毕竟他不是你的前任哦 你的伤害不是他造成的 自从遇见你 他才知道他一直寻寻秘密的人是你哦 你把他变得完整了 好想要信任你 他想要知道你是否是可信可靠的呢 请你好好善待他哦 在你的行动与言语中 好好地温柔一点善待他 我们大家都需要配善待 他说对不起 若他曾经撒谎的话 那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把真相说给你听哦 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若你要他停止跟你说话的话 你等于要了他的命哦 他会受不了 只要你去哪里他都愿意跟着你哦 他想到处都跟着你 不管你去哪里他都想要跟着你 他知道你们的感情还有很多未完成的 未完待去的事情哦 不应该就这样子停止的 他害怕你会拒绝他 所以他不敢太多主动哦 可以选到第一次可来看他说 他知道你的前任对你不好 但是那个伤害不是他造成的 希望你就是分清楚一点哦 对他不公平 又别把你前任 带给你的伤害去惩罚他 自从遇见你的之后 他才知道自己所思的是什么哦 你就是把他变得完整的 你就是他一直要找的人哦 很想知道你是否可以信任 是否可靠呢 希望大家可以善待彼此 我们大家都需要被善待的 不是吗 在言语与行动方面呢 可以更温柔一点 更善良一点 他曾经对你撒谎的话 他想接着个机会说对不起哦 他不是有意想骗你的 他不知道该怎么把真将说出来 他只好呢 就是对你撒谎而已哦 而不是为了想伤害你哦 心里边因为这样子的 去跟他停止交流沟通 若你不想跟他再说话的话呢 你等于要了他的命哦 他受不了 不管你去哪里去到天涯海角 他都想跟着你走就对了 他想五十五刻都黏着你 他能知道呢 你有很多未完成的 你们感情不应该就这样子结束 有很多未完待去的事情哦 他很想主动的去靠近你 去推动这份感情前进 但他就怕遭到你的拒绝 所以呢他不敢太多主动啊 他其实早就有这个念头的 看中文字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 我希望睡前最后看到的是你 他想跟你一起生活了 对不起让你讨厌了 对不起让你讨厌了 因为我不够双面 不喜欢说好话 逗你开心 他就是太真了 对你就是太真了 真正的爱情是 我让你动了心 你让我放了心 看这个神域排卡有什么建议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 天使疗愈的排卡给出什么建议呢 有很多工作者呢 都在想愿意帮助着你哦 你不是孤单 你不是一个人的 再看 释放掉那些令你不舒服的情绪吧 让你的心里可以藤住空间去接应将来好的能量 大天使迈克到来哦 他正在保护着你的 放心哦 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被解决哦 看这个塔罗排卡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 拿到的是权杖四重 你有多久没有像小孩那样子的去玩乐了呢 可以与对方相处起来多一点放松简单的快乐哦 不要把事情变得更沉重起来 恋爱就本来就是我们人生中的甜品嘛 如果只是苦难的话 那何必恋爱呢 所以可以选到第一组呢 多一点拿出你那活泼开朗 像小孩简单的那个笑容与快乐哦 与对方多一点的玩乐 好啦 这就是可以选到第一组的排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与对方的感情永恒不变得那么的甜蜜 幸福哦 祝你与对方就是真爱 谢谢观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拜拜 hello给选到第二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帐的主题是 你在他心里的位置 抽生意排卡一起来看 目前你在他心里有着怎么样的位置呢 抽一张主题排卡 给选到第二组 看你在他心里的位置是怎么样的 抽一张主题排卡 他认为你是一个好传统的人哦 是可信可靠的一个人 你很真实的做自我哦 你从来不带着面具的 你是一个勇士武士哦 遇到障碍困难呢 你都会勇敢的去面对的 跟你在一起好有安全感哦 还有你的快乐来的地方 你觉得很简单 你是一个非常没有信息简单的人哦 可以选到第二组 你在他心里的位置 从先你主题排卡来看 他认为你很传统观念哦 是可靠可信的人哦 不会乱来的人哦 都是按照着规矩过过你的日子的 还有呢 他觉得你很真实的做自己哦 从来不带着面具的 是一个很真心情的人 而且很勇敢的 遇到障碍困难呢 都会勇往直前的去面对 跟你在一起呢 很有安全感哦 还有呢 你就是像小孩那样子哦 容易的 就开心快乐的 没有心机 有什么情绪的表露在脸上哦 非常真 非常容易明白 非常好相处的人 看塔罗怎么说 可以选到第二组 你在他心里的位置是怎么样呢 可以选到第二组一起来看 他认为你很有爱心哦 跟你在一起他的世界 充满爱了起来 你是带着光环的 你是一个很有领导才华的人哦 很懂得照顾他人的感受 你比起过去他认识的那个样子 你比起过去他认识的那个样子不一样了 你好像改变了 你变得更好了 你变得更可信可靠的起来哦 他想跟你为个家 跟你在一起很有安全感哦 你变得美了变帅了 你是他天空上的闪耀的星星 非常令他赏心悦目 遇到困难障碍的时候呢 你表现得非常好哦 就算有很多追求者出现 你也不会看一眼的 他知道你是传统 而且也很对感情专一哦 你的笑声很能够感染他 你是一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人 跟你呢 他觉得找到了他的真命天子 真命天女的感觉哦 跟你有一个莫名的 心灵上的连结感 可以选到地妖主义 塔罗派卡来看你在他心里的位置 他把你看成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哦 有你在一起呢 他的世界变得充满爱了起来 你是他天空上的最想要的星星哦 你好美好帅的 很欣赏他 很吸引他 是令他赏心悦目的一个存在哦 你好有领导才华的 你是一个很真实的做自己 从来不戴着面具的人哦 你是一个散散发亮的存在 在做真实的自己 虽然有很多追求者 你吸引好多的这个 这个疯疯疊疊 想吸引你这一朵花 但是呢 你给他一种很可靠安全的感觉 因为你对感情专一哦 你不会乱离移情别恋的 有了对象呢 也不会对其他的对象呢 就是多看己眼的 他觉得你对他很好哦 跟你在一起他得到了最好的照顾 你很会 会换位思考 照顾他的感受 你比起他过去认识的你呢 不一样了 你变得更好了 你变得更可靠了 他想要跟你定下来有一个家 跟你组织家庭 他觉得你是可以托付终生的一个对象 你好有感染力 尤其你的笑声哦 他知道呢 跟你是灵魂上有一个连结的 他已经遇到了他要找的那个天命天 真命天女 真命天子哦 你就是他要找的人哦 康斯卡怎么说 你选到第二主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康斯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哦 他好欣赏你的努力哦 你的努力他是见到的 为什么你不爱他呢 他做错了什么呢 如果你让他的话 若你愿意的话 他好想要照顾你哦 感谢你就是为他做的一切 他其实都有看在眼里 上一次你对他说的话呢 到现在他还是很记得你说的每一句 他是爱着你喜欢着你的 但是现在实际不对哦 再给彼此一点时间 他请意识一下哦 他最近都一直在想着如何去解决你们的问题 他从来都没有在偷懒的 他在等着一句对不起哦 希望你可以察觉到 他就等你对他说对不起哦 你做错了吗 他安静的不代表他没有想你哦 就算他没有去联系你 主动的约你 请意识一下他有一直在想着你哦 可以选到第二主 一字卡来看他说他非常欣赏你的努力 你为他做的一切他都有看在眼里的 他想对你说声感谢 为什么你不爱他呢 他有什么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呢 他有什么比不伤别人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 他好想要待在你的身边 一直在你的身边照顾你哦 你上一次对他说的话呢 他都有放在心上的 他是在乎你的 你对他说的话他都有记得哦 他一直在回忆起你们 你对他说的每一句话 他是喜欢你的 但是现在时机不对 他会给他一点时间 他现在在想着如何解决你们的问题哦 请意识一下就算他是安静的 他没有主动联系你 不代表他把你忘了 他有一直在想着你哦 一直想着如何去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 或者他拉不下面 只得去主动哦 他在等着你的一句道歉的 他等着你对他说对不起哦 看中文字卡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二主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 跟你在一起的回忆总是不停的回想 他一直会回想起你们的过去哦 等你的信息到凌晨两三点都没睡 他为你就是失眠哦 等着你发信息给他 等着你对他说对不起 我们都怕痛 大家都怕受伤哦 看这个神域牌卡有什么建议呢 可以选到第二主 对这种情况 天使疗域牌卡给出的建议是什么 别让自己太过分的去执着于一件事情哦 让自己就可以更自由一点 嗯 所以有一些习惯不好的习惯呢 就要戒掉他了 才可以更自由的去追逐你心中真实的渴望哦 别因为一些坏习惯的导致你 失去了可以更重要的成就 嗯 保持正面的想法哦 把过去那些负面的能量呢 给他清除掉 再看 地球的天使哦 他在提醒着你是一个光智工作者的 你来到这个世间是传递爱的 看这个塔罗牌卡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给选到第二主一起来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 拿到的是 宝剑骑士 有什么话就大胆说出来吧 别再把重要的话藏在心底了 人生短暂哦 别让自己留有遗憾哦 该说的话就说出来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二主的白稿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过来给你喜欢的美好人生 还有充满爱 要被妈妈正能量围绕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你好 给选到第三主 感谢你的到来 这下张的主题是 你在他心里的位置 抽成预备卡一起来看 目前你在他的心里有着怎么样的位置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三主 看你在他心里的位置是怎么样的 好 后来你主题牌卡来看 他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人哦 要得到你的放心不容易 他跟你在一起很有恋爱的感觉 很有恋爱的气氛 你就是他的爱人哦 他好想要努力的争取的 你令他的分门反应好强 好想要采取更多的主动去走向你 把整个心交给你哦 给选到第三主 你在他心里的位置 首先你主题牌卡来看 他认为你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人哦 要得到你的放心 要引起你的注意呢 是很多的关卡需要去闯的 你不是那么容易 那么好注意的一个人哦 但你已经成功了 就是把他的心偷走了 他把你看成是他的恋人 他的爱人 他对你的分门反应好强哦 好想冲向你 对你很有冲动的 想要接近你 靠近你哦 想把整个心都交给你 看塔罗怎么刷给选到第三主 你在他心里的位置是怎么样呢 你非常有这个权威的样子哦 你非常有这个权威的样子哦 你说意就意的 不会再改变了 不会乱改变自己做过的决定 但也因为这样子 你要做决定会比较优柔寡断哦 但一旦你做好了的决定 是不会改变了 他觉得你还蛮活泼开朗的 喜欢新鲜有趣好玩的事情哦 他对你的热情非常强哦 他想冲向你很喜欢接近你 跟你相处目前来说是还蛮和谐的 你们几乎没吵过家 大家的价值观念还蛮一致的 你好心感哦 他觉得你非常的引起他注意 你令他着迷 你好大方慷慨哦 你几乎都没有 就是当他需要你帮助的时候 你都不会拒绝他 你很能干 你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 很少见到你记仇哦 你是一个往前看很少 一直就是去翻旧账的人 你说话算话 是一个可靠可信的人 给选到第三组 以塔罗派卡来看 你在他心里的位置 他觉得你说话算话 你是一个非常可信可靠的人 然后呢 做决定会比较优柔寡断 但是一旦你做了决定 谁也无法再更改了 然后他也觉得你 令他的分门反应好强哦 你是一个非常心感 引起他注意的人 你是他喜欢的类型 你头脑没有那么复杂 你好简单哦 你都是跟着你的心中的热情 去过你的日子 比较喜欢新鲜有趣冒险的东西哦 就很难预测你下一步 会做些什么 给他很多的刺激感哦 但其实是这样子呢 他已经就是对你神魂颠倒了 很想靠近你接近你哦 你是一个坐不住的人 喜欢就是忙东忙西的 他有时有一点感觉跟不上你的脚步哦 你的变化比较多 你现在说明天要去爬山的 结果你明天去下水了 他呢就是觉得跟你相处还蛮和谐的 很少会起冲突争吵哦 你们的想法观念都很一致 你是一个大方慷慨的人哦 你从来都 当他需要你帮助的时候 你很少会拒绝他 他觉得你的能力好强哦 也很少见到你去翻旧账的 给过的帮助也没有要计较 都是往前看哦 他觉得你很好哦 你就是他的男神或女神的那种存在 他想追求你 但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他不知道你会看得上他吗 他会高盼不起吗 看字卡怎么刷给权道的删除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字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哦 没有你都活不了了 没有你都不想活了 他的心为你燃烧了起来 要对你非常大的热情哦 他承受不住这一份热情了 很想公开对你的爱慕 你只需要存在 你只需要存在 就足以令他的每一天过得好起来 真的很希望可以 给你有更多相处独处的时间 他非常对你认真的 他不是玩玩的 你应该不知道吧 他对你有多认真哦 他开始担忧恐惧的 因为他发现他对你已经玩大了 他很需要你 他已经对你产生了依赖 他怕自己会受伤 他对其他人没有有过这种感觉 你是第一位应他那么神魂颠倒的人 没有你的话 他觉得他就等于迷失了他自己哦 给权道的删除一次卡来卡那说呢 他不能没有你哦 没有你他活不了了 现在他的心是燃烧了起来的 对你的热情是满满的 已经快烧伤他自己了 他已经承受不住对你这一份的 这么强的爱意哦 很想要接近你去表达 他对你的爱向你投降哦 他要的就是你 你只需要存在就足以 令他每一天过得比较好的 你就是那么影响他 真的很希望可以与你有更多 能够单独见面哦 你应该不知道吧 他对你有多认真 他非常认真投入的爱着你哦 已经对你产生了依赖 令他有一点怕怕的 怕自己会受伤 他从来没有对一个人 这么强的爱哦 你是第一位令他那么神魂颠倒的人 他发现没有你的话 他的人生就失去了意义 你已经把他整颗心偷走了 没有你他就没有心了 看中文字卡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呢 谁选到第三组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 我要装无所谓 直到真的无所谓 他现在只是装哦 他不是真的那么的对你无所谓了 他还是很在乎你的 我这辈子只想好好爱你 因为你值得 他只想好好地爱你哦 想念才会一直打扰你 你知不知道 若你认为他在跟你无理取闹 那都是因为他想你哦 看这个神玉牌卡 天使聊玉牌卡给出的建议是什么呢 给选到第三组有什么建议呢 若你感到紧张的话 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手头上的事情吧 别想那么多 再看 这张牌卡是提醒你好好的去表达你真实的想法 还有真实想说的话 去跟对方表达你心中真实的想法 你是否有去寻求帮助呢 每一个人都有脆弱 需要帮助的时候哦 需要帮助 就去提出你需要帮助哦 这个不可耻哦 一点都不可耻 看这个塔罗牌卡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三组有什么建议呢 抽一张塔罗牌卡看一下 好了 拿到的是这个 站车的 站车的白卡哦 别冲动的 横冲直撞涌往前 确保自己做了准备 找到平衡了才去前进哦 就好像这个 就好像这个图里 你的面前那个 拉车的那个 有一个黑一个白的 狮子哦 它们是否已经 得到了公式 往同一个方向走呢 若一个要走左 一个要走右 那么你能够达到 你要的目标吗 所以先准备好了 才去行动会比较好哦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 第三组的白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云呢 祝你好运一切如你所愿 还有呢 无忧无虑又没有烦恼的 度过一切难关 走向你要的甜蜜幸福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按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分享 订阅分享 订阅分享